OK,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4日 今天是星期日 現在英國時間下午1點鐘 香港時間應該是晚上8點鐘 好像今天是不是在做金像獎頒獎禮呢? 就是打對台 其實我也不知道今天是金像獎頒獎禮 今天在說什麼呢? 因為這個星期你看到很少出片 即使出了片,有些是旅途中的 然後其實有一些是預早錄定的 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星期我剛剛去了旅行 我是英國本地遊 去了英國西南部的一些海邊的城市 都是非常漂亮的 小鎮 我經常覺得英國沒有東西好吃 是不是? 倫敦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吃的 很多米芝蓮級數的餐廳 但是當然花費不菲 但是在西南部海邊的城市 那些價錢比倫敦便宜很多 那就值得的 其實坦白說 英國呢 即使在倫敦 那些米芝蓮級數的餐廳 都是比香港便宜很多的 英國是吃便宜的東西 就是比香港更貴很多 你要吃個江炒牛河 吃個兩頓飯 就比香港更貴很多 即使你吃那些普普通通的街頭 street food 也是貴很多 買包糖也貴很多 這裡買包糖三四十塊 可能香港買十塊八塊就買到 但是吃貴的東西 或者中價錢的東西 就比香港便宜很多 當然香港吃中價錢的東西 事實上也不便宜的 比如說人均 可能一千多塊 這裡人均三四百塊 可能就能吃到 Anyway 今天講什麼呢? 今天就是講一下深圳 因為現在香港 關注組都說要倒閉 是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經常講一些負能量 不是很講一些正能量 其實香港 我今天講一下正能量 香港呢 現在 人們說等通關之後 希望經濟好 結果通關之後 大批的食市倒閉 不只是食市倒閉 是勸商大規模倒閉 還有什麼店鋪會倒閉呢? 其實我估計 因為接下來 食市零售 勸商倒閉 已經是已成定局了 超市可以熬久一點的 但是現在U購都倒閉了 因為 衛康百佳 始終還是方便 還有一個根基 但是U購買的很多都是大陸東西 或者其實U購有一輪 就是買英國Tesco的東西 但是那些又不太就本地市場 如果要買便宜的東西 現在去Costco 去三五百貨 找人代購 都不是很貴 當然香港還有HATV Mall 網購 所以超市倒閉潮 其實已經發生了 勸商零售 超市 飲食 接下來可能就是汽車業 這個汽車維修業 因為你駕駛一輛車上去珠海製造 你如果不太敢做機器 你機器回原廠製造 你砍花刮花的 你噴油 好 香港呢 都要一千多元一幅 大陸就不一樣 三幾百元一幅 所以汽車維修業 我相信接下來會很大打擊 當然還有按摩 按摩 你肯定鬥價錢 鬥服務 鬥場地 都不夠深圳 不夠珠海 所以這些都是會陸續倒閉的行業 但是這樣呢 我從另一個角度看 這樣救了深圳 為什麼救了深圳呢? 因為我找到一個數據了 這個數據很有趣 你看新華社的報導 它就說 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278000人 現在有多少常住人口呢? 最新的那個 其實是去年5月公佈的 今年還未公佈 深圳市統計局還未公佈 最新的常住人口是583.47萬人 留意這個數據 他說增加了27萬人 我覺得有點可疑 因為呢 我認識不少人 我在深圳大學教了好幾年 雖然我有一段時間請了假期 請了假期 但是呢 我就是直接很多信息 在深圳大學裡面 那些同事是跟我們說的 我每隔三四天就在群組裡面 跟他們聊聊聊 那群組有幾百人 小的群就是以前我們學院 有十幾二十人 有些新同事家 我都不認識 但是我們也一直在聊聊 他們經常問我 我感覺到很多同事 在計劃離開的 或者已經離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深圳的生活成本太高了 譬如說我有一位同事 北大博士畢業 他進來當助理教授 我當時是副教授 他當助理教授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 他就升職了職做副教授 他就發覺在深圳 一直是住學校宿舍 買樓困難 那怎麼辦呢? 儲了現在十年八年前 就升職做副教授 一升做副教授 不久了 他就找回他老家黑龍江的大學 那就博當正教授了 因為你在深大的副教授 去到黑龍江的大學做正教授 別人就請你 人工比深圳低很多 可能剩下三分一 多一點點 40%左右 但是呢 那邊的 買樓的成本就低很多 他在深圳可能 迎迎逆逆一生一世 都是買不到樓的 或者很吃力 即使買了樓供樓 因為學校會借首期給你 但是你就要一輩子幫深大打工 結果他就回了黑龍江 買樓 黑龍江還在深大教授 在黑龍江買樓 然後呢 就工了一兩年之後 就辭職 就回到深圳 因為你頭一兩年是工樓最吃力 你深大份工資高 所以就救回了這個 救回了這個 就是他自己的家庭 又不用經常開OT了 不用做兼職了 因為他在深大教書 還要做兼職 我們深大很多同事都做兼職的 文科那些呢 就有些是教師教 教補習 文科最常是教補習的 他北大博士畢業 那你是教補習 當然是出到很高價錢 雙科那些就會去公司的企業 顧問做這些 理科就做一些科研 文科就選擇少一些 教授買樓很難的 如果你在深圳 當然你在周邊地區就容易很多 但是如果你建回深大附近 你買樓就很難的 所以學校提供宿舍給我們 就千多元一個月而已 就在學校附近也有 就是有幾個campus 深大 在不同的campus 都有的 千多元 千四元 就有一百平了 那就不錯的 所以很多教授寧願 是租學校的單位住 就是地點很便宜 地點好 第二便宜 如果教授要買樓很困難 你人工可能 疫情前有兩三萬元人工 疫情後我都說 減了三分之一福利 其實減了三分之一的職效 其實是 還有一些膳食津貼 那你只剩下兩萬多元的工資 你在深圳怎麼買呢 是不是很困難的 所以就是很嚴重了 結果就搬 所以我一看新華社的數據 我覺得有困難 因為以我認識的就是不少人 在群裡面 他們自己都說學生畢業之後都走了 不留在深圳 跟以前的疫情前是完全不同的 他說增長二十七萬零八千 這個數字是五百八十三點四七萬 這是2022年的數據 我說查一查 我就不是很信心華社說的話 我說查一查 結果我查回深圳市統計局 就是我不洩露國家機密 我查一查 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是什麼 深圳市統計局呢 他就說 五百五十六點三九萬 五百五十六點三九萬 那麼 喂 這個 這個 沒什麼理由是 是 增加這麼多的 那麼我再看看其他的 source 嗯 因為他每年都會重新 第二年會追補上一年的數據 第二年會追補上一年的數據 因為 每一年的數據 第一次公佈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因為數據不完整 所以隔了一年多之後 他就會追補回 告訴你那個數據 會不會有什麼 出現了問題 嗯 再追補回 你看看 喂 他原來呢 對上一年 深圳人口出現了負增長 為什麼呢? 他同一年的數據 他追補回之後 就減少了1.6 1.9百萬 是1979年以來 第一次出現負增長 用深圳人口的統計數據 所以我查一查 又不是說他做假的 因為他有一個客觀的 他就說 我追補回 因為有些人呢 是走了幾個月 才報回資料 告訴他走了 那麼事實上 深圳已經出現了人口負增長 深圳人口出現負增長的原因是什麼呢? 太短了 因為樓價升了 雖然現在樓價跌了 但是比起全國的其他地區都升 第二就是 有不少的企業 可能是盈利大不如前 所以深圳其實 就是沒有疫情前那麼有競爭力的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偉哥效應了 我說的偉哥效應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喂 深圳市當然是發達的 他以前就是發達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因為他近水流台才得月 是因為靠香港的經濟駐進去 以前就是這樣的 就是從1980年 到2010年 以前 那30年就是靠香港的資金滴漏進去的 回去打骨 回去包二拉 回去洗頭 其實就是這樣 工廠開在那裡 還有商人回去招商 深圳香格里拉酒店 那個年代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騰龍換鳥 2010年前後 就出現了高科技的行業 大量進駐深圳 就因為國家給予大量的補貼 所以深圳就發展了很多高科技的企業 華為搬到深圳 DJI在深圳發織 在香港做科研 然後回到深圳發織 因為在深圳真的能夠融到資 在香港搞高科技真的無法融到資 他有大量國家補貼 然後就是有前海計劃 我看著前海起的 前海還是地盤的時候 學校領導已經帶我們 因為深圳大學有直接參與前海計劃 帶我們到處去講 大家不如一起投資 一起合錢 買寫字樓 當時深大的同事 由校委書記 帶我們整班的同事去看 就說大家如何合多少錢 學校又有免息借貸 那樣的 結果就是大規模起 前海大規模起寫字樓 這個是因為 他是沒有這個需要的 他是一種叫做創造性需求 本身是沒有這個需求 因為科研的東西 就是慢慢自然形成 慢慢自然形成 就像倫敦一樣 很多AI公司慢慢自然形成 那麼他當然是推動力低 由政府大力推 給偉哥的企業吃 硬起來 提供租金補貼 稅務補貼 人才補貼 深圳很重要的人才補貼 所以香港科研一定競爭不到深圳 就是如果你是全國一百大 又有論文 又有科研成果 這個科研不一定是你科的文科都可以的 我有不少同事是申請了的 這些孔雀計劃 我就沒有申請孔雀計劃 我申請了荔灣學者計劃 那麼就拿了撥款 深圳市人才補貼計劃 那麼我就申請了這些 那麼他就批180萬給你 180萬啊 你完全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他就批180萬給你的 只要你以前帶過研究成果去 那麼他就批180萬給你 他不是一次過給你的 是分年給你的 譬如說10年 頭一年可能給你30萬 每年每年給你 那麼就給你180萬 那麼180萬 那你就有很多科研的人才進去深圳 深圳的經濟是這樣子發展出來的 但是這個就會有時而進 它的好處就是短期會爆發 但是那個不好處就會有時而進 就造成了產能過成 庫存過多 其實這個問題在百多年前的德國已經發展了 因為百多年前的德國 就是他們覺得不能夠像英國那樣 英國就叫做無謂意志 走 Adam Smith 那一套就叫做 順其自然 Invisible hand 無形之手 所以英國的工業革命 就是因為政府減少政府干預 而出現的 德國呢 在普魯士統一了德國171年之後 他們就覺得不可以再走英國的舊路 因為英國是第一個發達的國家 他當然是提張這個無形之手 大家不要搞干預 因為他已經發達了 你如果努力追的話 他就覺得你追到他 所以他就會鼓勵你不要那麼大力 慢慢自然形成 所以德國就不同意 所以德國就產生了一種經濟理論 叫做德國歷史學派 就是主張由政府推動後發才 結果德國就發達了 因為政府大力推動的 但是後來出現了產能過剩 庫存過多了 那怎麼辦呢 人才就會開始過多了 人口又會過多了 不斷吸納人才去德國 其他日耳曼民族 奧地利 丹麥 有很多日耳曼民族的 那些都慢慢移居過去了 那怎麼辦呢 就要透過戰爭去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就爆發了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為了解決產能過剩而發生的問題 所以這個委歌效應是會有時而盡的 那麼現在深圳呢 就是怎麼樣呢? 深圳根據最新的報告 第一太平 這個4月10日 剛剛四天前 深圳市的寫字流 是上升到空置率是百分之三十點六 創下歷史新高 上海那些 北京那些都是二字頭的 其實全國很多一線城市 就出現了寫字流產能過剩的問題 那麼現在人口去到樽頸位 不能上升 而寫字流有這麼大的空置率 所以下一步就會怎麼樣呢? 下一步就會 就是現在樓價第一已經在跌了 第二就是寫字流又跌了 那麼建樓的又賣不到錢 建寫字流的又賣不到錢 那就會連鎖導致房企更加越來越吃緊 破產的房企越來越多 那會造成什麼問題? 銀行信貸問題 因為房企的錢就是銀行借給房企的 當房企越來越吃緊的時期 那就是越來越大的金融風險 這個就是偉哥後應必然會出現的結果 當然不一定會爆發的 因為中國我經常說 它的重點就是用一個泡沫去解決另一個泡沫 那麼如果當銀行的泡沫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就製造多一個泡沫出來 剛剛就說了德國 就用戰爭來製造泡沫去解決另一個泡沫 是不是? 所以呢 深圳現在已經是 叫做 去到樽頸位的時候 這個未能突破 可能因為去年人口下跌了 今年可能會升上吧 我也不肯定今年會不會升上 但是即使升上 那個增長率也不及疫情前那麼厲害 就是因為深圳人口 已經是去到一個壓力很大 太過內卷了 當然深圳市政府並非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它可以吞併其他旁邊的縣市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你不斷吞併其他縣市 就像倫敦一樣 以前倫敦就是 就是去到倫敦 後來就拼了南部的那些SERRY 那些Kingson Sudden 拼了那些進去 那就可以擴大了倫敦人口 是可以的 深圳是可以的 深圳如果旁邊擴大的人口 就拼了衛東那些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它數據上是可以繼續令到城市擴張的 但是就會出現了剛才的問題 房企最實際就是 回不了籠的錢 租金收不到 寫字樓賣不出 那麼銀行的風險是越來越大 所以深圳已經有事而盡了 所以呢 幸好就是香港通關之後 其實是救了深圳的 深圳現在的服務好很多 我以前在深圳的時候 我就不覺得深圳的服務非常好的 深圳服務好應該是2010年以前 那時候香港人去很有優勢 因為第一給貼士 第二就是吃飯給貼士 凸骨給貼士 酒店會給貼士 但是呢 2010年之後 全國各地的人才去約 他們那些大款 那些有錢人 暴發戶什麼人都有 那麼他們又更願意給貼士 所以那個時代的深圳 對香港人的口味 又不是特別討好的 但是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你看到深圳的商場 都是香港人來的 戲院也是香港人來的 是不是 現在就是香港人去消費 靠香港撐起深圳的大型商場 因為它建得很厲害 大型商場 我看著大型商場建 建得這麼厲害 戲院這麼大 那麼深圳人口已經減退 而且深圳人的消費能力也減退 隨著越來越內卷 公務員減身 深圳的公務員減了身 在疫情的時候 現在各方面都減身 當各方面減身的時期 他們自己都存錢 Cash is king 當各個存錢的時候 香港人去買 他就覺得自己是富貴了 所以現在香港 就是救了深圳的零售業 電影業 整車業 救了珠海的整車業 整船業也是 我家人有一艘船在香港 以前在香港找人維修 就很貴 現在都是開去珠海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兩年了 十年八年前都開上去珠海維修了 現在就更加多了 人開車去維修了 所以接下來倒閉的 就是超市 我相信會大規模削減 面積 邱購已經全面倒閉了 榮旺 薄一田 或者是衛康百佳 City Super 這些都會大規模削減面積 現在就是 還有什麼? 牙醫 牙醫 會downgrade 牙醫必然會downgrade 因為有些廉價的人 十幾十元回大陸洗牙 那麼香港的牙醫 他就不會倒閉的 始終都是在本地市場 但是就會downgrade 會減少他的面積 會減少他的 舖租的租值 搬去一些便宜的地方 那麼牙醫是這樣 當然高級的牙醫 就不會有很影響 但是廉價的 在平民區的牙醫 可能就會有影響 所以 今天早上我看到新聞 有一個Post 經濟日報說 有一個二英港人 就說教師 人工二英之後只剩下三分之一 是不是計劃呢? 這個五加一之後回流 這個真的很好笑的 五加一之後回流 英國經濟是差的 是不是? 英國經濟是差的 這個事實 我一向都說 我2016年開始說 脫歐英國經濟至少差十年 結果現在這個 就是跟我當天的prediction 也很接近 因為新衛城政府也猜到 2026年後 英國才會有反彈 但是保守黨當時下台了 會不會反彈 也與他無關 所以導致到 英國經濟是差的 但是英國資產是升的 英國樓價過去幾年是升的 是去年跌了半季 今年第一季又升了 英國樓價 英鎊又升了 比起疫情的時期 至少現在買都升了5%至10% 看看什麼時候買 最高升了15-6% 英鎊也升了 英國的股票是升了 所以呢 我就覺得你移英港人 就是看你是什麼人 如果你本身在香港沒有資產 你移英呢 就沒什麼好處 你英國也沒有資產 香港也沒有資產 你移英是沒什麼好處的 當然了 如果你香港有公屋 其實你在香港也過得挺好的 是不是 你又沒有租金壓力 你現在這幾年薪金又加了 但是如果你香港本身有資產的 你香港資產跌了幾級 股票又虧了 樓又虧了一些 你移英之後 譬如說教師 你移英 你教師多數香港都有資產 是不是 你薪金這麼高 兩夫婦加起來10萬元 你來到兩夫婦可能加起來只有2-3千磅 你只有虧了幾百萬 然後這邊的資產又升 可能又收回一百幾十萬 所以這個真的很難說 這個真的很難說 英國的經濟是差的 英國的資產升 而英國的寫字流是怎麼樣呢? 那我看看 倫敦寫字流 倫敦寫字流的空置率 7-8% 是不是? 深圳是30% 香港現在是十幾個% 13-14% 倫敦是7-8% 接下來倫敦 我相信寫字流是會再升的 接下來我絕對相信倫敦的寫字流會再升 因為跟work from home 的文化是有關不能逆轉的 因為我認識的很多回金融區的朋友 回金融區的朋友 他們就是 根本上不願意上班了 因為疫情的時候完全是work from home 疫情之後老闆求他們上班 一個星期上班兩天上班一天 那麼你一個星期上班兩天上班一天 有些一天就一個月直到一天 那麼 那麼你根本上不需要這麼大的寫字流 是不是? 你上班其實是開會的 你可以用一些共享 work office 上班是為了開會 大家一起做一些brainstorming 用zoom可能不是那麼好的 見面大家溝通交流 吃飯的時候聊一聊 可能又增進一下感情 大家會有很多英國的small talk 他們會發展得好一點的 但是 因為現在疫情後 就縮減了很多 所以共享 office就會越來越旺 大型 office 金師穿碼頭的空置率 去到八九個percent 是不是? 會陸續升的 現在香港最升的空置率是十六點五個percent 那真是離譜是不是? 這個網友補充了我 十幾個percent 所以深圳是三成 香港現在是十幾個percent 倫敦就是接近十個percent 英國經濟是差 但是就不像人們唱到那麼差 是吧 你對沒有資產的人 真的是很慘 要供樓的人很慘 要給租金的人 的確是很慘 所以我相信倫敦 他也預計了 剛剛的新聞 會上升到二十percent 最後 那個寫字的空置率 隨著work from home 的文化 徹底地發展 所以 同樣 倫敦市中心的租金和樓價都會下跌的 今年第一季 全英國大部分的地區 樓價都升了 就是結束衰退 樓市衰退結束了 因為如果技術上 連續三季衰退 就陷入技術性衰退 但是去年兩季衰退 今年就正增長 所以倫敦就不存在了這個技術性衰退 擺脫了 當然如果今年又出現連續三季 那就技術性衰退 但是倫敦市中心的樓價是回升不最慢的 就是因為沒有需要住在倫敦 你一個星期回來一天兩天 你就住遠一點 你住到Kent都可以 回來一天的話 你住到其他地方都可以 所以在倫敦 在英國 你移英之後 你的薪金是少了 但是你資產 如果有資產在香港的朋友 你輸少幾球 多升幾十個 或者一百幾十 都不足為奇 所以很難說 很難說 所以香港 接下來倒閉的店 我剛才說了幾個 電影院必然會再倒閉 所以今天金像獎 接下來香港的電影院 應該會大規模倒閉的 其實 尤其是新界區那些 為什麼不回深圳看呢? 那些戲院大那麼多 漂亮那麼多的座位 以前就不同了 以前就是 香港可以看到的電影 大陸看不到 現在分別可能不是那麼大的 是不是? 現在的迪士尼那些 可能香港和大陸同步了 三級片 現在香港也沒有什麼可想 是不是? 一直向西都不拍 是不是? 肉圖團也不拍 人肉叉燒包也不拍 就沒有什麼分別了 倫敦的樓價和香港差不多 你看看怎麼比 倫敦SUM12的樓價 就跟香港中環的樓價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你去倫敦SUM3,4,5的樓價 你就比香港大部分地區便宜很多 是不是? 如果你在倫敦SUM5,SUM6的樓價 你比香港很多便宜 你買了1000呎的樓 在SUM4以外 買了1000呎的樓 有Garden的 室內實用面積1000呎 Garden可能有幾百呎1000呎 又有兩個parking space 可能都是1000萬港元而已 你起碼在香港賺三五千萬才能買到 這些單位 所以這個就是誤導來的 所以那些人就說 這個假裝陶淵明這個人 陶二他經常說 很多回流港人 大公報、文匯報 你給數據有多少 我就說有19萬的移英港人 申請了 有15萬到佈 如果有10%回流 就不算多 就是15萬人回流 如果有20%的人回流 就算比較多 我就覺得10個有8個樓 兩個走都算 都覺得比較多 是不是 什麼叫做真正多呢 如果10個有5個回流 就叫很多 那些人說有多少人回流 就不知道 有多少人走 我們算得到 有幾十萬香港人走了 我們算得到 但是有多少人回流 我們算不到 沒有公佈過 是不是 那麼 看看這些區好不好 如果東倫敦有很多區 都很便宜 但是不會住 是不是 當然東倫敦 現在有些重建活化區的 但是一般如果回流港人 就不會住 玩整牙 以前也有 最重要就是 中產消費去多多旅行 所以香港現在就是 各行各業會倒閉 但是各行各業倒閉 飲食業 始終那些人要吃飯的 因為香港 那些人都要吃飯的 它是一個城市 你回家煮 已經很大件事了 你回家煮已經很大件事 因為你已經開OT了 是不是 你搞這麼多東西了 你回家煮怎麼辦呢 那麼 都要街上吃飯的 現在就變得多很多大陸店來開 很多大陸的連鎖店離開 連鎖店離開 連鎖店離開不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連鎖店離開 不是很重要的 連鎖店他們在大陸賺錢 在香港虧些錢 他們都會離開 因為對他們來說的版圖 版圖的擴張 而且來香港開 還可以方便把資金外逃 所以我估計香港是轉型了 是騰龍換鳥 這個騰龍換鳥就變成了那些店頭倒閉 然後過一兩年大規模大陸的大陸店來香港開 可能那些刷刷鍋 海底撈會開到很多間 那些刀削麵 蘭州拉麵 那些會開到很多間 是不是? 他們首先離開 第二就可以請人來 可以做專才 用這些方法來 請大陸的師傅來 慢慢就變成了有一個 經濟的轉型 但是你說車房倒閉了 就不會 大陸我現在知道 我聽聞有一個大陸的連鎖車房都會離開的 但是一般的小型車房就會倒閉了 那如果你的車房好就離英 是不是? 你車房離英一定會找到工作 那麼業主不肯減租 始終有可能做業主減租是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業主真的減租了 他又會衍生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這個是必然會發生的 現在他不肯減租是頂住的 但是呢 就一定會發生的 所以我說香港是減租 或者空置稅什麼都好 全部都是業工號龍來的 因為香港現在的稅率這麼低 香港做生意 200萬以下是8.5%的稅率而已 是不是? 8%左右 那你200萬以上才是16%左右 那麼你這麼低的稅率 個人入職勢也是這麼低的稅率 那麼政府不靠埋地 他維持不了這個低稅率 還有這麼多的供應服務的福利 是不是? 免費的教育 免費的醫療 他做不到的 所以呢 那些人經常叫業主減租 希望空置稅 怎麼樣 全部都是業工號龍來的 出現了這個業工號龍的時期 當它發生了 然後就會大幅加稅 那麼你的問題 大幅加稅呢 又是一個噩夢來的 到時候又說 說開增值稅是噩夢來的 因為它跟新加坡不同 新加坡開了增值稅 那些人回馬來西亞消費的人 始終馬來西亞消費的商品 跟新加坡本地是有分別的 所以馬來西亞 雖然是便宜一點 但是各方面 始終都沒有香港過關那麼方便 所以香港一旦開了增值稅 香港人要加速回大陸做生意 賣東西吃 賣東西喝 買車 買什麼都回大陸了 弄車什麼東西回大陸 所以如果香港一旦開增值稅 香港的市面全部死了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香港加利得稅 那些企業就進一步搬到新加坡 所以唯一的 我說香港唯一的 接下來可以預計到的 就是加深奉稅 加深奉稅是對香港影響最小的 叫不叫洞 已經不是最大的問題了 所以香港人就是業工好農 他們 有些人最好笑的就是 回流的人 對不對 回流的人好笑 就是 你 早一兩年回流的人 去年不是一個KOL 移到台灣 再移到英國再回流的嗎 首先他先賣了香港層樓 當他賣了香港層樓 然後 去台灣 去台灣怎麼都花一百幾十 因為要六百萬台幣 那未必都花光了 至少玩幾年都花了幾十個 一百個吧 然後又移到英國 他移到英國很短而已 兩個月 三個月而已 那裡怎麼都花幾十萬 是不是 然後回來 在香港馬上買了一層樓 結果香港層樓現在又跌了 去年和今年可能跌了至少10%以上 香港層樓可能又輸了一百幾十 當然他自住問題不大 我不是笑人 我是說那個 我不敢笑人 這是每個人的personal choice 但是這個從投資來講 真的是很嚴重的 是不是 你是為了省錢 有些人為了多賺點錢 為了省錢 回流 如果你回流 是為了探親 為了照顧家人 為了追求國家安全 這些我覺得 understand 我respect 我是理解 同情地理解 至少 但是不是 你打算回去多賺點錢的話 我不是說 個別人士 有些人是這麼說 回去多賺點錢 那種是很愚蠢的 你是賺多了錢 但是馬上輸多了一百幾十 那你要多賺多久才可以 賺回那一百幾十 是不是 這個是不合理的 沒有人知道升還是跌 怎麼會沒有人知道升還是跌呢 誰人都知道升還是跌 是不是 我們講了幾年是會 香港樓價一定會跌 是不是 股票一定會跌 全世界都升 香港和大陸跌 全世界都知道 是不是 你知我知 單眼腦都知道 我會回流的 我一定會回流 告訴你 我不會回流 也回來拜山探親 是不是 他日睡燒靈魂寺 敢笑王朝不丈夫 我一定會回流 所以 所以這個就真的是 是 看看你 看看你怎麼 講起就講 是不是一個 一個 建制派的KOL 我不認識他 我從來沒聽過 那些網友不斷 inbox poll links 叫我回應 我不回應了 免得他了 他的subscribe好像幾多 但是這些片段很少人看 一萬多兩萬人看而已 是講我那段比較多人看 他就說我不熟國情 喂 我在深圳教書這麼多年 就是我不熟國情 如果我不熟國情 其他人就沒有什麼熟國情 因為我是接近了深圳大學裡面的核心 因為我學院的院長 就是校委書記 所以應該是最close 最能夠得到第一手資訊 那我不熟國情 我就說 是降級消費 我說香港 回大陸是降級消費 他說不是 他說是升級消費 他說是因為升級了 性價比更高 那就真的看你怎麼看 譬如說 整車 剛才我說了 你回大陸整車 那些零件是便宜了很多 因為那些零件是在大陸做的 如果在香港都在那些店裡做 其實那些零件都是在大陸運的 那你回到去 可能性價比高了 便宜了很多 可能服務好一點 那些車房那些人的態度好一點 笑口細細 香港又不是 你經常進到車房 好像覺得給他劏一劏 但是 如果你是在香港原廠做的 你回大陸找一個店裡做的 這些就叫做降級消費 那香港現在我就認為是降級消費 因為本身是香港找到牙醫 那些港大畢業 是不是 中大畢業 那你回深圳洗牙 就是 他們的店鋪是大了漂亮了的 但是那個監管 或者各方面 那些是不是升級了 這個大家心知肚明 那你看戲可能是升級了 那個地方是大了的 但是飲食呢 以前香港可能 可能我是吃開一些中產的店鋪 其實我也是吃茶餐廳的 但是我主要也是吃中產的店鋪 我回大陸十年 我覺得買回同居的東西 是比香港更貴的 找回同樣米芝蓮級的餐廳 是比香港更貴的 在深圳和廣州 是比香港更貴的 珠海基本上找不到米芝蓮級的餐廳 是不是 但是在深圳和廣州找到很多 是比香港更貴的 他們就要收盡口稅了 同樣一個阿拉斯加的長腳蟹 他要收盡口稅了 雖然工資比香港便宜 但是他要收盡口稅 而且那些人才 以前那些國際級的廚師 他願意來香港住 願意來香港煮食 沒有那麼願意去廣州和深圳 第一 香港稅率低 廣州和深圳很多 第二就是社會環境 至少不用翻牆 所以關鍵就是 回深圳吃同居的東西 你覺得比香港便宜很多 其實是降級了 因為同樣的食材 他就不是那些食材 同樣的廚師 就不是那些廚師 那間店舖大了 那些服務員態度好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在降級 我覺得這個結論是 是勞不可破的 但是他們又嘲笑我 那些所謂的建制派KOL 不要緊的 大家不同意見就可以大家拼一下 大家可以互相各剪所述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到今天都沒有改變過 我認為在香港現在是降級消費的時代 在香港回大陸也是降級消費的 還表現 那麼 所以我看法就是如此 現在北上吃化學品 覺得自己省了錢 就是這樣 就不同了 但是現在我覺得香港就不是很大分別了 不是很大分別的 因為慢慢 剛才我說的那些店舖都會更換 所以剛才我說 經濟日報說 打算五加一之後回流回香港的教師 就是因為英國賺少很多錢 如果你在英國租樓就真的沒辦法了 因為租金真的升得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在英國 你在香港賣了一層樓 你應該一炮過 你在曼城 在其他地方 Wallington 拿兩三球出來 賣回一層樓 不用工的 那你是很輕鬆的 當然我知道真的有不少香港人 真的是很大壓力 很大壓力 那麼 因為要教做 可能當時沒有賣設香港的樓 結果現在可能層樓輸了幾球 有些人我認識一點 有些就說本身來到觀望一下 租幾年樓先 看看不知道適不適應 是不是 四五年後才買 結果這幾年升得很厲害 那麼他慢慢自己的錢越來越少 錢越來越少 錢越來越少的時候 將來買回一層樓就麻煩了 香港的其他產業是不是 受限於地產 當然了 譬如說科研創科 醫療 那麼這些都是要土地的 是不是 當然不夠台灣 不夠其他地方 但是問題是香港 我也說了 香港人今天的發達 完全全是因為高地價政策 開放的市場 高地價的政策 所以香港人這麼有錢 可以全世界買東西 那麼 教師人工這麼高 醫生人工這麼高 護士人工這麼高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 他交稅低 人工高不是一個唯一的考慮 他稅率低 而稅率這麼低是什麼 高地價政策 所以香港人呢 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又說高地價政策不好 但是自己又享受了高工 如果不是這麼高地價政策 稅率就會升 至少會升到 台灣差不多 是不是 不是像現在這樣 十幾% 起碼是二十幾% 還要交增值稅 消費稅 就必然是這樣的了 我在大陸也有看醫生 我有住院 我有住院 我在麒麟山莊醫院裡住過 那裡我覺得好得不得了 那些服務好像酒店一樣 麒麟山莊醫院 好像酒店級數那樣 雖然有些事情我覺得很麻煩 譬如說驗糞便 就是驗完之後 他給你一個瓶 你自己塗一些糞便 然後就放在這裡 放在一個鐵兜上 鐵兜上一堆人的糞便 放在一起的 他不區隔處理的 不會單獨的 我看到我放進去的時候 他對上有十幾二十的糞便 還沒收的 那真的吵架了 直播開始了八九個字了 香港現在立了23條系 那個建制派KOL最好笑的就是嘲笑我 然後他就說 英國有23條 國家安全法比香港更辣 越來越加辣 英國人不是照顧 那些都是完全誤到五毛來的 因為他的影片很少人看 我看看他裡面的人留言 可能都是職業留言者 好像徒兒那樣 或者是完全不懂事 我解釋過很多次 英國國家安全法 是不限制英國人的言論自由的 你在英國呢 你現在走出街 打倒新衛城 沒有人拘捕你的 打倒保守黨 沒有人拘捕你的 工黨今年可能上台了 沒有人拘捕你的 你在英國大聲喊結束皇室 統治 沒有人拘捕你的 你在英國說很討厭查理斯國王 沒有人拘捕你的 你在英國大聲主張 在英國是不限制言論自由的 英國的國家安全法 是打擊恐怖分子的 有些地方你在朝鮮 朝鮮國家安全法 你說一下 打倒金正恩拘捕不拘捕 打倒朝鮮人民勞動黨拘捕不拘捕 你去檢查一下那些地方的國家安全 是保障別人的國家安全 還是保障獨裁者的管治 分別就是看看他能否限制言論自由 是不是 你去檢查一下那些地方的國家安全 這就是實際的 所以那些事情沒有邏輯 大家的政見不同 不要緊的 我跟曾鈺誠政見不同 我跟田北俊政見不同 我跟謝偉俊政見不同 我們可以同台聊天的 我們可以同台吃飯各自修行 可以 大家盡量不講政治 但是如果講起來 我們可以辯論的 但是他們講的東西是illogical 是沒有邏輯的 打倒金仔的什麼槍決 炮決 犬決 在朝鮮 扔你進去的狗裡 咬死你 犬決 所以那個分別就是這裡 鋼級消費 包不包戲院 我覺得 大陸的戲院比香港好多 所以接下來 香港的結業潮 就會是戲院 其中一個行業 剛剛我數了幾個 券商已經結業了 超市 整車 洗牙 整牙醫 這些會結業的 刀骨 反而零售業和飲食業 我相信一兩年內就會用大陸的連鎖店取代了 所以到時候香港通街也是連鎖店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那個情況就是 香港人工最終會跟深圳相同 深圳我相信會略高一些 這個就會長達十至十五年的一個香港轉型期 就變成了深圳的二線城市 外圍衛星城市 因為他在偉哥效應之下 他始終會滾到深圳 而不是滾到香港 以前他需要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示範點 現在示什麼東西犯點呢? 台灣採你也會發瘋 是不是? 馬英九回去朝拜一下 其他人也不會採你 所以是這樣 新加坡沒有言論自由 但是新加坡沒有敵對勢力 新加坡沒有共產黨 新加坡其實也 新加坡也是相對開放過香港很多 他有沒有見過新加坡政府 三天五天就去寫信去罵其他國家政客? 會不會去 有沒有聽過新加坡的新聞 到處去抓不同國籍的人士? 在新加坡那些?沒有 最多是驅逐出境而已 有雙重國籍那些 有新加坡籍 有美國籍那些 他驅逐出境而已 他就不會真的抓 又坐五年十年的 新加坡沒有敵對勢力的 是沒有敵對勢力的 廣州也沒有天價擦遷 那些人越來越窮 現在時代轉變了 現在是 大陸飲食會不會跌下來 我接下來幾天會做一個 其實呢 香港飲食結業潮 大陸飲食也結業潮 原因是什麼呢? 你看美團的股價就知道 你看美團的股價就知道 那幾天我會做一個資料去講 就是大陸的 那些人是太方便了 勞動力成本這麼低 這麼內卷 這麼多年輕人失業 就是做外賣騎手 外賣的成本越來越低 那些人在家裡 寧願吃外賣舒服一點 又不是很顧慮環保 各方面的事情 那顧慮什麼呢? 結果多了人 外賣少了人去門市 所以大陸的飲食業 一樣有結業潮 為什麼香港會高於深圳 因為你要知道 深圳的發展 從我一開始所說 是毀過後應 它將全國的血管 墜進一條裡 放進一條海綿體裡 它硬起來 那麼這個是國家的 政策國家的力量 當國家的政策國家的力量 移進深圳的經濟 就是奇蹟地爆炸出來 而香港是用自然形成的東西來的 自然形成是英國時代 百多年是自然形成 用不干預政策 所以不干預政策 和偉哥的國家力量 所謂的舉國體制 那當然是顯弱勢的 顯弱勢的情況下 而香港的自由 環境 以前是它最獨特的地方 現在又沒有了 或者慢慢削弱了 起碼在外商的眼中是削弱了 所以慢慢就變成了 深圳強 香港弱 我不是每天唱衰中國 我現在唱好深圳政府 我在深圳做了這麼多年人工 我要唱好深圳故事 講好深圳聲音 我剛剛才找到 找到一本人才證 因為我在深圳做的時候 我拿外國人才證 有一個專家證 我拿進去的 現在就取消了香港港澳 100年之後取消了 應該是 港澳居民在深圳 或者大陸其他省市 就要拿這個工作許可 100年之後就取消了 但是我在100年前已經進去了 所以當時我就拿外國的護照 去申請外國人才工作證 專家證 我沒有跟梁振英 我跟曾鈺成、阿田不俊 他們在論壇 不是我請我跟葉劉也吃過飯 人家是大會請的 大會請 我就結束了論壇 葉劉以前就是因為我是學校校董 他也是以代表校董的身份出席 我們一起吃飯 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盡量不會講 不會講政治 但是他們很喜歡在我面前講政治 嘗試游說我 游說我 我就反駁他兩三句 人家大會請吃飯 我不會反人腿 而且那個年代也沒有那麼撕裂 社會 就是19年前 未來十年港元應該要脫歐 如果當港元脫歐的時候 就跟人民掛勾 跟人民掛勾 那有什麼可能的資產和工資還可以補 所以我就說 人走不重要的 這是Personal Choices 我大量親戚都沒有走 但是人走呢 你要考慮一下 我有不少親戚 就不離開香港 結果最後回了深圳 或者去了衛東 我以前結婚的時候有一個兄弟 伴朗來怎麼做我 他就移民回衛東 衛東幾十萬買一層樓 他是香港大學教師 助理教授 不錯 儲了十幾年前 他第一份工作都是我介紹給他的 去私校做老師 現在回了衛東 娶了當地老婆 然後找一間地方學院去教 地方學院的薪金就低了 薪金就低了 薪金就低了一萬元 連上保貼也慢鬆一點 薪金就八千 連上保貼也慢鬆一點 交稅可能七八千 但是他有一層樓了 在香港賣了大埔 層樓 撿了幾百個 在2021年左右 撿了幾百個 那麼 不錯吧 過一些好的生活 收息也好 做什麼也好 躺平 你要想清楚的 是不是 你的人生到底是為了什麼 要想清楚的 因為他回去 他家裡的親戚 全部都在香港 在大陸 他要不離開香港 你就照顧家裡的人沒問題 其實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我就說 在那個時候 在衛東十里銀炭 幾十萬買一間房子而已 然後在附近的地方學院教 那幾個人 還有兩夫妻 兩夫妻都是教師 太太也是那裡的教師 其實她認識了那個教師 然後才搬去那裡 簡單來說就是 我鄉下不是衛東 他搬去衛東而已 我鄉下不是衛東 我鄉下是朝陽 所以我不是唱衰中國 我現在在唱好衛東故事 唱好深圳故事 因為我覺得香港和那裡 現在沒有了分別 其實港人在大陸 還有優勢 又有錢 相對你的收入高 賣了一層樓 還有很多資產 你要翻牆又翻到 你要向香港中移動的計劃 坦白說 你唯一的優勢 還可以看到外國的東西而已 你現在留言也不敢留 是不是? 你在大陸住一樣不敢留言 在香港住一樣不敢留言 所以不敢留言 是不是? 你看新聞一樣可以看到的 你在大陸 你用中移動的中港Plan 一樣看到BBC 一樣看到CNN 你比大陸人有優勢 不用非法翻牆 你合法翻牆 是的 十里銀灘下跌很多 不要緊的 這就是我上星期直播的時候說的 因為你買了香港層樓 你套現了一筆錢 然後你買了大陸層樓幾十萬 它跌極就是幾十萬 香港不是的 你層樓八百萬 你跌一半就四百萬了 你大陸層樓八十萬 你跌盡就沒有了八十萬 所以我上星期 我個人來說 如果給我怎麼搞呢 我在香港 我如果有一層八百萬的房子 我買了去 我換一層四五百萬的房子 搬遠一點的區 搬小一點的單位 因為你在香港生活 你始終要住 香港租樓 你年輕沒問題 你租到老就租不到 你退休 別人的業主就不租給你了 你除非一次過交三十年租金而已 那就無謂了 你有一層樓 你做逆按揭 做什麼都好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你只能夠downgrade 生活 買了八百萬的房子 套遠了幾百萬 買層四五百萬的房子 有兩三百萬現金在手 現金為王的時代就是這樣 不敢留言很真實 所以我說在香港住 為什麼不回大陸住 我現在說好衛冬故事 說好衛冬聲音 大陸日落價一段跌 我都說不要緊 因為你不要買深圳的房子 五百萬、六百萬的房子 你不要買一些一線的房子 你買了幾十萬的 三四線的 買珠海 買到機場 附近的那些 那些沒有人的 全部都是吉樓 那些房子 全部都是沒有人的 那你買六十萬的房子 書極都是六十萬的 六十萬就當下跌了 當下跌了也沒問題 是不是 四五百萬的房子是不容易放的 在香港 你就拿著 老了就做易按揭 現在我這個想法就是 如果我不走 我堅持留在香港 去到百年歸老了 或者有些人說 照顧父母去到百年歸老了 這個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我自己認為是合理的做法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不是 你有自由思想 你覺得 不能夠在這裡生活了 你就移民去加拿大 移民去英國 移民去澳洲 移民去其他地方 如果你要賺錢 你就考慮去新加坡 是不是 我都說我姐姐也去了新加坡 移民到新加坡 他的公司公開了去新加坡 簡單來講 所以我就是 每年可能都回到新加坡住 一頭半個月 因為我父母 那些跟了我姐姐 所以如果你打算照顧香港家人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剛才我的想法 downgrade 賣一層便宜的房子 或者就像我的伴郎一樣 搬回衛東 大陸的二三線、三四線城市去住 現今為亡 他拿著幾百個區 其實他就不做了 他現在在大學 那些二三線地方學院教 賺八千 加上津貼一萬多元 他就當是 有一點點花費 拿幾百萬 他就捱到退休了 他跟我這樣的年紀 無二無女 在大陸 娶了一個年輕一點的教師 那幾個人是不是 十里銀貪 三十萬七十五平 那些你跌了就當沒有 是不是 那些樓賣不出就賣不出 香港買的車位 都不行 都要求幾 那些便宜的地方有幾十個 跌了就沒有 所以就看看你個人想要什麼 但如果你說不賣 你移了英 你覺得香港賺錢更多 而你回香港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最愚蠢的 就是因為你回了香港 但是你的資產又會 如果你在香港 你在香港賣樓 可能你有賣股票 你有公積金 強積金 買港股 它會跌的 它會保持著跌的 隨著基本因素轉變 它會一直跌下去 當它一直跌下去的時期 你的薪金可能這幾年高了 但是你的資產會繼續跌 然後去到 香港政府頂不住了 它會發債 不斷發債就頂住 始終有一天會頂不住 就會加稅 加到好像英國那樣 然後到時你覺得 啊 那就真的大劑了 回頭 回頭已是百年生 十里銀灘就自己買菜 就不要買焗豬泡飯 我都說在大陸 吃香港港式的東西 就會比香港很多貴的 如果吃同龜質素 我這個朋友在大陸住 周星馳說真的沒有理想 沒有啊 他沒有啊 對他來說很簡單 他喜歡讀書 他不喜歡搞學文 不喜歡搞學術 不寫論文 不喜歡的 他是大學老師 他在香港的大學就會很辛苦 做助理教授 因為要逼他寫文 他不喜歡 他很喜歡看書 他看書是為了興趣看的 你要他有產出 寫論文是很困難的 他以前寫論文 有時候會出一些書 也要找我幫忙去做指導 因為對他來說 寫文不是他的興趣 他喜歡讀書的 所以他回到大陸躺平 在大陸教書 教十個小時 一個星期十一、二個小時 輸 賺一萬多元 對他來說 又有車 買個電動車 買個比亞迪 幾個人的賣 有一層幾十萬的樓 跌了也無所謂 然後在香港有錢收息 幾百萬的現金 放在那裡做定期 對他來說 人生 他覺得贏了 最重要是他的家人有香港 又可以回去有空探望家人 又可以照顧家人 是的 西方全部都是重稅 所以在西方打工賺不到錢 做生意 做生意有很多辦法可以避稅的 起碼現在在英國保守黨時代可以 明年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英國保守黨時代其實可以很多地方是可以的 英國加台灣兩個基地是沒得想的 沒說沒得想的 但是英國就 全球徵稅 始終都是這樣 你去台灣 除非你做生意 你就可以有很多方法合理避稅 是不是 幾百萬收息 大陸躺平是很爽的 是啊 他跟老婆同一個學校單位在那裡教書 挺過癮的 是不是 比亞迪怎麼開得 那沒所謂的 這些就是降級消費 他在香港 他在香港是不買車的 他在香港也是坐火車 坐港鐵而已 回大陸就買了車 對他來說其實是升級的 你也有本大陸工作證 我剛剛找到大陸工作證 隨便說一下你的國家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謝謝Benjamin 我有空了解馬來西亞 我很喜歡馬來西亞的食物 是不是 馬來西亞的食物多棒 西方的包稅社保 香港沒有退休保障 是啊 所以香港我就說你有一層幾百萬個樓 單貴 然後將那層樓拿到尾 做逆按揭 那就正的了 工黨上台會不會加稅很誇張呢? 我寫包單不會加稅 不會加新諷稅 即Personal Income Tax不會加 可能會減 工黨現在正在攻擊保守黨 保守黨現在的稅庫是幾十二次世界大戰來 現在是最貴的 其實就是因為脫勾 其實是因為脫勾 其實是最貴的 所以工黨接下來會減稅 但是我相信它會針對有錢人 可能資產增值稅會加 那些賣藝術品稅會加 現在英國的藝術品很多是免稅的 因為我也喜歡賣藝術品 藝術品會免稅的 我喜歡看藝術品 不是喜歡賣藝術品 買我就買不起了 現在藝術品有很多免稅的 其實是給別人圖稅用的 英國人們買藝術品很多都是走資圖稅用的 所以 我相信就會加那些了 資產增值稅 樓價那些可能會用那些壓抑 兩夫妻退休 在中山層留140萬 只是跌了8% 手頭上有300萬 100萬定期食息 200萬現金 也是 這些就是躺平方法 所以那些本土派他們經常罵我 因為我講過這套理論 其實我講了幾年 我2020年講的 當時人們問我香港的樓市會怎樣 我說短期會升 長期一定會跌 短期一兩年內會升 但是兩年後一定會大跌 這個是當時我的prediction 你看回我兩年前 不是兩年 已經很多年了 四年前所講的片 我離開香港前後 講我很 consistent 地解釋 為什麼短期升長期跌 有些人說 我經常說 為什麼講自己 經常講了什麼準 這是我以前教普集的職業病 你貼題貼中了 你也出張poster 告訴別人貼中了 医感不還鄉 他敢依如夜行 真愛國者建議 是啊 真愛國者建議 現在回大陸消費潮 他主要集中在廣州 我認識一些朋友 帶著子女每逢星期六天 回廣州滑雪 性價比高 幾塊錢 英國也有些滑雪牆 Milton Kings那些滑雪牆 但是貴 是不是 貴 香港回廣州滑雪牆 四塊錢一個人 一家大小 住一晚 也是花了兩三千塊 性價比很棒 是不是 性價比很棒 但是接下來是會擴大 隨著高鐵 那些人越來越適應搭 我就很適應搭高鐵 輕軌高鐵的 我真的 在大陸去任何地方開會 近距離的 我也搭高鐵 譬如說我在深圳去武漢開會 武漢中南財大 我經常去的 我是昆明 突然間我就坐飛機 昆明坐高鐵真的太久了 因為我是雲南大學的時候 他給了客座教授的聘書 我最後沒有跟他簽 他給了客座教授的證書 我有一個故事 我之前講過 我今天不重溫 我去問一下 那 會來越擴大 接下來會去長沙 去廈門消費 所以隨著人們 越來越坐高鐵到處去消費的時期 而大陸人來香港越來越少 因為港元貴 第一 美元港元掛鈎 就貴了 第二 因為大陸的店鋪越來越多 在香港開連鎖店 他們來到香港 發覺沒什麼分別 第三 就是大陸人以前來香港賣名牌 現在他們經濟內卷 他們都降級消費 他們來買名牌又少了 他們有錢的就直接去日本買 日本這麼便宜的日圓 再有錢的就去歐洲買 去米蘭買 去法國看時裝展 最頂級的就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慢慢香港的店舖 全部都會空洞化了 這是必然的 它跟澳門不同 澳門堅持到自己的特色 澳門的特色 百多年來都是 就是賭場 它堅持到自己的特色 所以澳門呢 它沒有死值 它死完又生 生完又死 它堅持到自己的賭 香港的特色過去是什麼 自由 每個地方有自己的特色 你堅持自己的特色 你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生存空間 你堅持不到自己的特色 你就要徹底轉型 但是徹底轉型的時期 你有沒有 跟別人有這麼大的競爭力呢? 你的偉高是否可以滾下去呢? 這個偉高 是不是? 全國的血 滾到到深圳 以前最初是滾到上海 現在滾到深圳 那就成功了 但是你再看看它現在滾到哪裡 滾到洪安新區 都不行 因為 這個血 你不可以四處滾的 你滾到一個海綿體裡 又不可以滾到其他地方了 是不是? 所以 對了 東莞就是轉型 由黃色的再轉到高科技是可以的 但是 東莞就簡單一點 因為東莞是打爛了以前的東西一次過來 打爛了以前的東西一次過來 因為太子酒店事件 以前的花園 花刀 太子 那些一次過掃清 然後就搞高科技 因為它接近深圳 所以就可以吸收到深圳的高科技廠去那裡設廠 替代了台商 因為我相信東莞 東莞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現在行不行呢? 現在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到呢? 今天跟以前不同 以前是可以的 因為以前的 產除成本是低 現在產除舊的成本是高的 這個就是 就是 想想 洪安新區的血流不止 雪牆會不會考慮不開讀滑雪 我認識的朋友是這樣的 他們每年可能都會去歐洲滑雪 但是平時要去練 每個月 至少要去兩三次 去廣州 你練到你才可以去 等於打哥爾夫球 你平時也可能會去泰國打Golf 但是 你也可以在香港練習一下 以前也會在西灣河練習一下 就是 那些開場 現在西灣 現在西灣河的開場有沒有 我的老師也是 他是澳門大學教授 他現在 在亞居樂買了一層樓 做second home 中國要功 他們說 說 做一個文化 現在 他就是 他就是 紫蘭 他就是 他說 咖啡店的蛋糕比文化好多 那就是要省錢,要降級消費 但是平時你在香港不是 你在香港去開茶記吃的蛋糕 現在也是用原素表的材料 深圳也是用原素表的材料 香港買二十幾元一件 大陸買十元八元一件 還有東西送,態度又很好 所以就是降級消費回深圳 降級消費和升級消費 就是看香港原本的消費模式 澳門的本地人生意也不太好 民生區一到吉普 多謝你的提供 本地人很多沒工作 西灣河打球場撿了十年了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有練球的 是不是? 我小時候還在暑假期間去白石 以前白石有一個打Golf的 腳長 我在那裡做過球童 我做過撿球 哈哈 香港買得貴就當好東西 那些人不懂分 對,那些人不懂分 都是化學元素表不用分得這麼小 大家都說化學元素表不用分得這麼小 維他2.7這麼便宜 英國可以買到維他 維他奶就40p 一包 如果檸檬茶就貴一點 檸檬茶就50-60p一包 澳門賭場也是要轉型 但是 他始終都保持賭場 至少中場生意還有 貴賓廳你看看洗米華也知道什麼環境 東莞是沒有的 東莞是刺激了很多 你說轉做高科技 但是高科技是不關你的事的 高科技裡面的工人 都是閉環式管理的 而請裡面的管理人員 也是閉環式管理的 他跟東莞人是沒有關係的 我以前在大陸 教書都不少東莞學生 所以他們說 騰龍換鳥之後轉型了 東莞GDP是高了 但是他們的生活沒有特別改善 所以他們會看到 由佛新生越來越旺 由佛蘇丹成為最高元首 他必然是會旺的 接下來的交通 和新加坡交通越來越close 所以其實我的建議就是 十里銀攤 不如被新加坡包起來做外露 宿舍好過 他說百多萬人 現在只有萬多人在裡面 我看看今年也可能會去十里銀攤 看看會不會半夜去拍 看看會不會拍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葉劉和劉葉強現在反對拆哥爾夫球場 哥爾夫球場會值不值錢 買香港東西去荷蘭 我也喜歡去荷蘭 荷蘭吃廣東菜很好吃 總之近代中產收入行政很難衝破 不是衝破不了的 台灣衝破了 但是大陸衝不破 大陸很多地方衝得破 城市 但是整個國家衝不破 原因是什麼呢? 所有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之後 中國現在陷入了中等收入 萬多美元的人均GDP 大概到了兩萬多 都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你要突破兩萬多到三萬 就很困難 但是你突破兩萬多到三萬 很困難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為什麼會由一個窮的國家 變成一個中等收入國家 通常就是透過廉價勞動力 吸引第一世界發達國家的人 去開設工廠 或者打骨 像泰國一樣 去購物 去做SPA 去看BOXING 去看泰拳 吸引別人去消費 好了 當你去吸引消費的時期 你就開始變成了中產 但是到了中產 如果你加上去 別人不會來的 當別人不會來的時期 你就想辦法內卷 競爭 降價送東西給別人 所以你永遠都要維持中產 除非就是轉型 就像台灣一樣 由工廠國家 以前是工廠 在蔣經國的時期 慢慢到了80年代 到了李登輝上台的時期 就希望將台灣變成半導體 變成醫療產業 變成發達的東西 高端的產業 導致這個 越來越 透過高水平的行業 拉動整個社會 它人口小是做到的 但是人口大十幾億也做不到的 是 英國有12個地方政府破產 陸續有利 我相信可能有20-30個就會破產 但是英國的樓價股市 匯率還在升 所以英國日落西山 匯率股市樓價穩步向上 香港有志及興 匯率沒有影響 股市樓市夜市 就是這樣 所以中國就是個別城市 它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深圳已經突破了 上海會突破 是不是 北京 天津那些會突破 但是如果全國國家來講 它就沒有辦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因為你沒有辦法找一些行業 是令到十幾億人都轉型的 轉型不了的 是不是 是不可以騰籠換鳥 也不能夠用一兩個行業 拉動那十幾人 去變成發達的 難的 做不到 所以中國永遠會是中等收入陷阱 走不了出來 國家太大了 人多好辦事 由窮變成中等收入容易 因為便宜 所以可以吸引到很多人來開設 勞動密集 但是 升到發達就不行 印度 中國也做不到這件事情 印尼那些更加不行 菲律賓更加不行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就很難處理 問題就是 下一個世代就是AI世代 以前勞動密集就有很多人 但是接下來有很多人 會被AI取代 那那些人怎麼辦呢 其實要回去無農 中國人的前途 將來就要回去無農 如果不無農的話 就解決不了 現在農村都荒廢了 你要回去復奸要多久呢? 英國也說 接下來幾年 有800萬個職位 將會被AI取代了 所以英國呢 今年倫敦 又在智能城市排第八 其實以前倫敦排第二 排第三 現在排第八 香港排二十 所以那些人經常笑 英國很落後 地鐵 百多年 很臭很骯髒 地鐵沒有5G 收不到電話 這些是事實 但是人家 overall 都是智能 你去一去英國就知道 第一就是 cashness 周圍都很少地方用到現金 因為打擊逃稅嘛 現金就方便逃稅 你除了唐人街之外 很難找到 很難找到的東西 是可以收到 cash 是少的 Supermarket還可以的 但是你去一些漂亮的Supermarket 是做不到的 譬如說我去 Amazon 無人店就不行了 是不是? 那就越來越少了 但是基本上所有事情都 都是用APP去解決的 香港 香港考試都用APP 現在有監考議 但是都是20 習主席要全國電動車衝破中等陷阱 電動車我就不了解了 台灣半導體真是一流 現在是 英偉達 台積電 那些真的沒得住 你靠過幾個大廠 就拉動了整個社會 變成了富裕 但是對台灣人一般的改善生活 都不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藍營的支持者 都是支持大陸六客來的 六生六客的教授 想問一下既然中國經濟數據 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 為什麼還要公佈出來 它又不是假的 你不可以說它是假的 它是整天修正 它不斷修正 好像BBC 早幾個月就抓到了 去年不是說 GDP增長了5 原來是因為它修改了前年的數據基數 但是問題是前年是4點多 其實如果修改了基數 前年可能沒有4點多 可能只有2點多 3點多 或者負2點多 是不是 原來它不斷修改對上幾年的基數 但是不告訴你 但是為什麼台灣人工這麼低 你剛才就解釋了 因為它是透過幾個行業 拉動整個社會 進入了一個富裕 所以貧富懸殊很嚴重 一般人其實沒有得益 有錢的人在台灣 那些人拿美國護照 是不是 他平時消費去歐洲 去美國消費 日本消費 所以他益不到下面的底層人士 所以台灣的底層是人工低 而台灣人工低是有一個問題 是有一個問題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一直由蔣介石開始 就很怕通貨膨脹 他就不斷壓低通脹 不希望重蹈以前滅亡的覆轍 這就是劉大宗的理論 劉大宗就是和蔣石傑 是兩個台灣最出名的經濟學家 就是他們的理論 最後劉大宗是贏了的 就是不主張通貨膨脹 所以一直是低薪 那些商家為了壓低成本 就只能夠用地溝油 所以台灣的食物都不是特別好的 我AI這麼厲害 我會教育女兒讀什麼? 首先我會教育她 讀書和你的工作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你把讀書視之為你的工作有關係 但是你的所有工作接下來 AI都會取代的 畫畫都被取代 現在找AI畫圖多方便 是不是? 找AI做律師也可以 做醫生也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其實是 所以讀書就為求興趣 你這個人Smart 你就會做什麼 將來轉型到你 都可以轉型到的 找到你的位置 如果你的人是不Smart 你做什麼都不行 好了 大家Like了沒有? 講了一個多小時都沒有Like的話 就是 但是為什麼要抑一下下面的人 他們不懂得找 這個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分別 我就主張貧富懸殊 但是左派就說貧富懸殊不好 因為是要公平 是要讓社會人人有飯吃 人人有書讀 人人都是軍富軍品 這個就是左派 右派呢 我覺得自己是右派 右派就是主張貧富懸殊 但是也不可以讓人太窮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英國也是 英國有些人 而英港人說 那些區很差 子女被人打 學校被人欺凌 車又被人偷 又被人爆隔 為什麼呢? 你住那區窮嘛 你住那區窮 那些父母又自然不太懂得教育他們的子女 或者沒有時間 沒有能力教育他們的子女 當沒有時間 沒有能力教育他們的子女 他們的學校欺凌那些 就嚴重很多 如果那些父母相對中產一些 有錢一些 如果很有錢的那些 就未必可以 因為我認識一個家長 進了一間 兒子女進了一間很好的學校 我之前的女兒考慮報的 我問一問他 他就說 欺凌很嚴重 為什麼呢? 裡面很多貴族 所以他們又看不起你的中產 也是有一個問題的 所以那些中產的區 會好一點的 會好一點 那麼 右派又會認為 如果你搞到DNA的社會太窮 他最後會佔你 他最後會造反推翻你的制度 所以右派都認為 有貧富懸殊是應該的 但是不要有這麼嚴重的貧富懸殊 你至少給一些窮的人 有食物銀行 英國就通街都有食物銀行 破產區就有很多食物銀行 去排長龍 倫敦市中心也有的 有食物銀行去排長龍 你要給免費的醫療 是不是? 你要給免費的教育 那麼窮的子女 都有機會進到一樓的大學 他們才有社會上樓的 右派他們想社會的穩定 左派就想社會的公平 所以我是主張貧富懸殊的 但是要有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你的同事說英國多乞丐 就是看區 你很有錢的區 也不會有很多乞丐 所以英國是嚴重貧富懸殊 好像這幾天我去英國西南 在我家駕車四個半小時去 中間我們停了兩三次 所以駕了七個車 七個小時的車 去到 那裡很漂亮 真的漂亮得不得了 好像去了大型的赤柱一樣 餐廳的東西吃 我們都不是隨便找 吃了一間米芝蓮 還有兩三間普通的本地菜 都好吃到不得了 價錢又比倫敦一大半便便宜 要學習如何發問有質素的問題 在AI的時代 要成為一個有質素的人 而不是成為某一個行業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行業 會不會很快被人取代 英國的食物銀行 英國成立貴邦分佈 英國食物銀行不算排長龍 我有時候拍車 就是去Rosewood 有一間酒店 一間很高級的酒店 後面那條街我拍車 那裡不用錢 那裡經常有食物銀行排長龍 我看到 我去了D字頭那個 我不會讀 Cornwell也沒有去 在Cornwell附近的 我去了幾個 我遲些 上載一些片給會員看看 我拍了一些片 大陸是不是不會有政府賠錢收地的政策呢? 以往呢 我也說了 大陸的公務員為什麼這幾年 不斷減薪呢? 就是因為 我上次有一條影片專門講過 鋼級消費的一條影片 大陸的賣地 是斷崖式下跌了 幾十% 股票印花稅下跌了五十幾% 賣地 有些是7% 有些是20% 有些地方是幾十% 我們經過巨石鎮 巨石鎮我去過很多次了 所以這次沒有去 但是我們經過巨石鎮 所以呢 大陸 既然賣不到地 就收地 也不會像以前那些那麼發達的了 大陸不是有一個 廣州不是有一個風秀嗎? 那個網紅抖音網紅風秀 我以前介紹過他的 我介紹過風秀 那 因為講廣東話的時候介紹他的 他父子不是經常是原父的嗎? 他們那個年代就是 十幾二十年前大陸收地 那些原居民那些就發達了 那個年代收地就必然發達了 現在就真的不會了 現在就真的不會發達了 因為根本賣不到地 還怎麼收地呢? 現在是產能過程 現在大陸的地 空房空到整個日本的人 沉沒了 都住不滿 印度的人沉沒了才可能住得滿 食物銀行 為什麼不直接派錢? 這個很簡單 因為 他們覺得你直接派錢 可能他真的吸毒喝酒 然後就會餓死 餓死之後就去腦粒 派食物銀行 他們最後直接吃了 起碼不會餓死 不會餓死的話 你腦粒的機會會比較小 我會知道 有沒有看Dr.K表演 我經常會經過那裡 因為我太太在那附近上學 所以我經常送她 我都會去那裡看Dr.K表演 但是我又沒有拍片 我又不太會拍街的那些片 Coco哥他們 他們就認識 我就不太會拍街的那些片 所以我也經常去的 但是我也不懂拍那些片 拍了又不懂 怎麼剪都好看 現在香港的股票 股市很多會被私有化 因為股值太低了 現在搞來搞去 是萬六萬七點 是不是 倫敦啊 紐約啊 歐洲啊 日本啊 台灣 印度的股市 這幾年 折折上升 現在不同了 現在 香港那些 真是一片死值 大陸也是 胡錫進說自己現在總共虧了八萬元 他說啊 我不太相信 如果他真的睡著買 怎麼會虧八萬元呢 你之前住過這裡 South Hampton我也去過好幾次 食物銀行是有些人直接捐出來 我們也會的 有時候我們家裡有些罐頭買多了 或者有時候在超市裡買多了 有時候特地買多一兩罐頭 在門口就會放在外面那些 donation 所以港股始終都是難搞的 接下來私有化可能會有最後一個發展機會 英國其實沒有需要做黑衣的 英國做黑衣是因為他們自己個人的選擇 因為英國的失業率這麼低 你只要肯找工作 你一定最低工資找到 有最低工資你就餓不死 你就可以再申請一些政府福利 所以英國的黑衣是他們自己的個人選擇 可能有些有 mental problems 精神問題 或者他們很喜歡做黑衣 就很少真的生活逼人而做黑衣 那些老縮者也是 很少 他們真的是個人選擇 我經常看到很多黑衣很肥 肥絲大隻 女性 他們 年輕女兒也有 我上一次去Vermudon 那個 Underground 就看到一個很肥的年輕女兒 做黑衣 spaire change spaire change 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他們真的是personal choice 可能 每個人有自己的故事 很難說 喂 那我要overrun一點 因為我發覺我自己 還沒回答Patreon網友的問題 我要回答一下Patreon網友的問題 OK Cherry又問了 喂 現在呢 多了中國大陸考生報DSE 再用DSE報回中國大陸心儀大學 一 那些就不是大陸考生來的 那些是港人子女 接下來就有很多雙非其實會考 因為第一 DSE就容易過大陸高考很多 起碼不用考政治科先 不用考思想政治科 不用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少一些 而且文理分科那些 尤其是理科 香港DSE是淺很多的 唯一英文是深一點的 國文中文都淺過大陸很多 所以他們那些港人子女在大陸 是做慣中文的那些試題 回來香港考DSE 是有極大的優勢 當然就有些考試技巧 有些考試技巧就可以 去香港那些上網學一下 或者補習一下 所以遵理就回大陸開了 其實就是有這樣的市場 所以 因為他們只有港人子女 香港考完DSE 你有基本的3322 你回大陸考一些北大清話 或者再讀一個預備班 那你就可以接駁進去好的大學 去211985那些不是困難的 958211那些 香港未來一定有政治科 我相信未來五六年就會有政治科 通識取消 現在做些什麼科出來 現在很快就會改政治科 很快就會學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他如果下屆連任 我寫包單如果習主席下屆連任 香港一定有習近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所以其實他不明白為什麼不把香港DSE取消 香港學生直接考中國的公開考試 香港是小區 還有沒有價值保留呢? 我想 我想應該沒有價值保留的 DSE 短期就會保留就是因為 免得搞這麼多事情 免得轉 你路徑依賴了 然後慢慢就會脫歐 和國際上脫歐 所以之前楊Sir和楊明宇 他們就說 什麼外國的大學不承認DSE 我也沒有說過 我聽完這宗新聞之後 我不太相信 因為他們說通識科改革之後 不承認DSE 因為大陸也有施政科 大陸也有那些 他們也照樣承認的 他們其實是不計算你的科 不計算你的科 英國標靶藥是完全免費的 而且英國呢 雖然英國用的那些藥 多數都是印度紡製藥來的 NHS 有錢的那些是私家 NHS是免費藥來的 但是基本上標靶藥都是包的 而且我認識一個人 就是 就是 我認識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 英國的醫療名冊的藥物 是多於香港政府很多 香港遲些會不會針對外國護照 拿福利 可能是全球徵稅 其實人們說英國搞全球徵稅 中國2019年、2018年開始搞全球徵稅了 已經 所以你們嘲笑英國政府說 保守黨取消了那個 remitting basis 搞全球徵稅 那麼中國政府做了 香港我相信接下來都會做的 因為 他賣不到地就沒有收入的 你就要搞一些全球徵稅的東西了 那麼你這麼多疑英港人 疑家港人 過去幾十萬人 幾百萬人 那麼就搞他們全球徵稅 但是沒用 你搞他們為什麼呢? 因為全球徵稅的理論就是 你的稅率高的地方 交高稅率的地方的稅 就不用交低稅率的地方的稅 這個叫全球徵稅 所以中國交全球徵稅 就是有意義的 因為在香港 那些人賺錢的稅是比大陸的 就是我以前在大陸教書 就不用交香港的稅 就因為我已經教了 我沒有必要重複我深圳大學做副教授 我覺得深圳大學做副教授 是比在Osford Cambridge 如果了解中國國情的話 你在Osford Cambridge 你了解不了中國國情 你沒辦法接觸到他們第一手的資料 我有這個優勢 我作為一個研究中國 Chinese Studies 我就在那裡第一手機會 看第一手資料 研究國學的 我就第一時間可以看到 他們公佈的文獻 你在Cambridge Oxford 哈佛你做不到 如果了解民間的社會發展 你在歐美更加做不到 所以不關它 是不是長春藤 Ivd 你的優勢就是要有他們的Network 我在這裡做完之後 我離開了 我的同事還在這裡 他們可以第一時間提供我 我告訴大家我的Source是怎麼來的 OK 我告訴大家我的Source是怎麼來的 這個就是重要的 最近聯經出了聯經中國史 強調中國歷史中不同族群 這個其實是由杜正勝 他們那幫人開始提出來的 杜正勝院士 杜正勝院士是 以前是教育部部長 阿扁的時候教育部部長 杜正勝 他就提出那個同心圓 台灣是一個圓中心 台灣以外就有中國日本 所以教台灣史就要了解日本史中國史 他們認為日本史和中國史 甚至乎太平洋史 都是和台灣史有互相 重疊的一個同心圓 其實就是淡化了中國歷史對台灣的影響 因為中國歷史 和台灣歷史 和日本歷史 是互相交叉的影響 所以這就是聯經這套中國史書 那套背後的根底 就是來自杜正勝院士 最近杜正勝也有些講座 我也有上網聽 中東局勢如何 我認為會打打中東戰爭 這個以巴戰爭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講這件事情 民主再退潮 好像傳染病一樣不斷擴散 有哪些國家影響最少 民主退潮 我又講了四五年的理論 有些人說 你民主退潮你還去英國 我就說民主退潮才去英國 你明知道全球都在退潮了 你原本 譬如說民主那個地方有80分 它退下退下也有50分 你原本那個地方得了50分 就好像某些漁村一樣 原本只有50分 一半是功能組別 一半是直選 退下退下 現在就變成一二十分 所以你民主退潮 你去一些退極 都沒有這麼大件事的地方 就會好過一些原本本身已經很低分 這就是民主退潮的理論 請評論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 我這本書倒讀過很多次 你可以看看 我認為他在那個年代 因為那個檔案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就是沒有那麼嚴密 在那個年代 他寫的書的時候 在90年代中後期 他在香港中文大學 做訪問學者的時候 在中國文化研究所 利用大陸的地方檔案去寫 現在就寫不出來 所以現在跟他一樣 做這方面研究的沈志華教授 在大陸就不斷被人整改 就不斷被人打擊 沈志華教授用的材料 就比高華教授多很多 因為高華教授就用不到 蘇聯的解密檔案 因為他死得早 坦白說 他死得早 如果他死遲十幾年 就用到 應該會寫得完整很多 但是現在高華教授寫毛澤東 就不及蘇聯的學者寫毛澤東 蘇聯 這本 現在我這幾本講毛澤東 我覺得是能夠捕捉到高華教授的 因為高華教授寫的書太早 譬如說這個就是藍絲寧 聽過名字 只是藍絲 這個是藍絲寧的書 他就是Mosens Global History 他用了很多外國的史料 包括因為毛澤東直接干涉了非洲 印尼、馬來西亞的內政 當然還有柬埔寨 在那裡挑起一些戰爭 資助人家搞共產主義革命 所以他用了這些史料 這個就是蘇聯的史家 就是俄羅斯史家 Mo The Real Story 就是用了俄國的解密檔案寫的 最後就是 最後的天朝審治華教授 都是用了蘇聯的檔案寫 這幾套我認為是比高華教授 用多了很多資料 但是高華教授那一套在90年代 已經是最厲害的了 但是現在寫不回這些書 會不會做House 2的Videos 當然不會 被人老套 英國醫療你也不明白 上個月你媽媽住院 醫院可以免費幫病人 叫的士當然 醫院包接送的嘛 又可以免費送醫院的電動床 給病人 如果有需要 你洗腎 各方面 如果你有長期病患 嚴重疾病 好像我有長期病患 康復者 你的區如果不差的話 就好了 我這件衣服背部寫什麼 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不知道是什麼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這件衣服是蘋果日報 這件衣服是蘋果日報 官方的T恤 英國有海峽隔著 歐洲人還沒怕 想請教你一個歷史問題 孫中山當時提出的口號是 驅除塔魯 恢復中華 就是把滿人港 走了原本的地方 後來清廷退位 為什麼不效法沿北 因為他沒有權 而事實上 那個利益改變了 一開始的利益 就是 驅除塔魯 恢復中華 因為要團結洪門兄弟 要團結三合會 三合會是講反清復命的 所以你說反清 別人又說反清 就可以二合為一 因為他是靠廣東起義 廣州起義 廣州起義 全部都是 黃花江起義 全部都是三合會的兄弟 但是後來不同 後來因為武昌起義是新軍 新軍無緣無故叛變而已 黎元洪 而黎元洪背後就是袁世海 袁世海就是北洋新軍 就是滿洲的塔子 那些英犬來的 如果用孫中山的說法 所以後來他當權的時期 就是變成了 五族共和 就是因為要考慮到北洋政府的既得利益 所以利益改變 口號也改變了 我說經濟史很多時候 是會提及朝代的漏集 就是貪污 想問一問其實哪一個朝代開始 規定不讓官員舞弊刑司 還是這個傳統沒有 一直都貪污 一直都舞弊刑司 你看萬曆十五年你就知道了 萬曆十五年 人們還在爭論深圳大學 你上網搜尋一下 深圳大學的工資 是全國最高的 比北大清華還要高 因為深圳 那個年代 現在減了身 現在可能北大清華高一點也不奇怪 在那個年代 2010至2020 深圳大學是全國最高人工的 他的科研當然不高 但是他的待遇是全國最高的 還在跟我爭論深圳大學 還提蘋果日報 你覺得將來西方會不會取消 我覺得美國會 英國 英國 可能也會 我相信是 歐洲就未必 你看德國現在都不承認BNO 要用特區護照入境 埃及 你拿BNO要簽證 拿這個特區護照不用 有個別國家可能會 我覺得是 有個別國家可能會 以美國為主 如果台海打仗 當然是會的 台海打仗聯繫會 馬上即日廢除 是 你看萬曆十五年就知道 萬曆十五年 張居直 常常叫萬曆帝 要做人要 居處公執事敬 與人中 他一死之後 立刻被人彈劾 貪污 最清廉的官都是貪污 這是制度問題 如果不貪污 就像海瑞一樣 餓死老婆溫臭屋 這就是萬曆十五年所說的 餓死老婆溫臭屋 因為政府的人工 是不足以一般的官員為生的 而且我寫過那本書 《清朝拳家年間之後國勢衰退之經濟原因》 就說清朝原來有百多年沒有加薪 因為他們沒有加官員工的概念 他們政府沒有這個概念 他們覺得你為我們朝廷服務是天大的恩 為什麼還要加薪? 鋒綠是沒有加的 鋒綠從漢代到清代都沒有加 就是中一個朝代基本上都沒有加 漢代都沒有 是不是?什麼二千石官員 五百石官員 八百石官員從來沒有加過的 他們沒有加薪的概念 他覺得就是 皇上賞識你 是你天大的面子 所以就變成所有官員隨著通貨膨脹 所有官員都會餓死的 這個是我以前的老闆 呂元聰教授 我是他R.A. 他就說 中國有貪污 但是不一定有腐敗 好像張居正一樣 就是貪污 但是不腐敗 好像清朝很多的左中堂曾國藩 李龍翔 誰不貪污? 但是他們不一定腐敗 貪污和腐敗有分別的 貪污是制度必然的 腐敗就透過個人的讀書情操品德 專得性道學問而決定 所以中國就是這樣 他們沒有加薪的概念 到了今天也沒有了 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 薪金也不及香港一個督策這麼高 是不是? 不及香港 所以他們就假設了 國家主席是韋光正 國務院總理是韋光正 人民法院最高審判長 又有韋光正 他們不可以低身 是不是? 吃的是國家的 住的是國家的 就是這樣 最後 最近讀日本史讀到琉球漁民 被台灣三番殺害到明治政府 1874年 派了大久保利通前往清國條庭 停留一個月 最後清朝賠款 啊! 我中國近代史有講過這一課 我中國近代史有講過這一課 有講過這個大久保利通 這個 如果VIP會員可以免費重溫 無限重溫我的中國近代史課 因為這些已經是課堂講了 雖然Patreon會員 我都要做個等等 沒有辦法 中國的辦法 你有興趣可以聽聽 可以給一個外國者建議 當然可以了 香港的外國者建議 多多益善 外國者建議 最近有一個國際的報告說 不同國家男性生殖器官長度 香港竟然遠輸於新加坡 新加坡又贏馬來西亞 大家都是華人社會 為什麼呢? 為什麼新加坡男性的生殖器官會長一點呢? 香港會短一點呢? 有什麼理由呢? 所以當然跟國際化可能有關 因為新加坡有多一些印度人 有多印尼人 太平洋島系的人 或者是歐美人士 有多一點 香港歐美人士可能離開了 是不是? 所以可能短了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些人移民了 離開了香港 這個可能有影響 所以我愛國者建議 說多無謂 反駁隊請反駁 希望由李家超和鄧炳強局長 一起出來反駁 但是你這個口頭反駁是沒用的 實際的就是不如除庫 你想想 由特首率領保安局 以及數萬的公務員精英集體 脫 好像王子華這樣說 除庫 要用事實性於洪辯去證明 這個反駁是最有力最有效的 OK? 行不行? Anyway 今天的愛國者建議說完了 希望大家 鼓勵一下特首 勇敢一點 我對你有信心 OK? 今天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給個like subscribe share 我們今天也是看煙花 金像獎是不是做完了? 我都還沒留意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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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